正如歌曲所唱 怕老婆会发达 夫妻爱交感客 男欢女爱 主打一个 求同存异 良性格通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男生要学会的第一课就是 薄红颜一笑 然而这个薄 也要薄得有技巧 如果又要薄 又不愿意下血本 下场可能和他一样尴尬 就在前几天 网上突然流传出一集 汤洛文黑脸 马国民发带的照片 从照片可见 拍照者是以普通路人视觉记录 马国民和汤洛文 身穿休闲便服 的逛街日常 既然是小两口烧饼 那场面本应该是 其乐融融 甜甜蜜蜜才对 但有意思的是 汤洛文却被拍到 一脸面无表情 似乎要用尽浑身上下 所有细胞在发脾气 我就是不爽不爽很不爽 只想赶快离开这里 都说女人的脸 六月的天 说变就变 面对女朋友突然黑脸 马国民先是摆出一个 无可奈何的窘子表情 本来还想用天然带绝招 来化解尴尬 但是见到女友大不要离开 她只能无奈地提着东西跟上 为大家上演了一幕生动的 小男人周济 看到这一系列的照片之后 相信大家都很好奇 这案发现场到底在哪里 其答案并不是香港 而是在法国巴黎 所以由此可以推断 马国民和汤洛文 最近很有可能 去了巴黎拍婚纱照 为明年年初即将举办的婚礼做准备 而故事说到这里 肯定有很多好事者 起嘴巴舌的讨论 马国民竟然会带女友去巴黎 真的是太阳从西边出来啊 我以为以她的抠门性格 只会去大鹏半岛顶替马尔大夫 去香港离岛就当是圣托里尼呢 她怎么一下子转死性了 我是不是错过了什么 各位 马国民转死性还不是因为 他对女友心中有愧吗 没错 就在前段时间 九月中旬的时候 TVB那边突然传出 原计划拍完新闻女王之后 就全面停工 陪女朋友汤洛文一起 筹办婚礼事宜的马国民 临时被无限集召回电视城 开拍无限和机管局合作 为香港国际机场启用 25周年而拍的新剧《非诚》日志 也就是从那一刻开始 马国民在汤洛文面前 就挨了一劫 不得不是是顺着女友意 生怕一不小心就出发了 她有委屈引发的火头 所以面对婚礼一切事宜 马国民干脆采取 无谓而至的方针政策 每每记者问起两人的婚礼 马国民都搬出女友挡枪 汤洛文下了封口令 我什么都不能说 从这个奇葩的操作可以看出 马国民和绝大部分的 闷骚直男一样 潜意识就觉得 女人心思多特别烦 所以为了避免揣测女人心 和女友正面交锋 他们干脆在很多事情上 变隐形人 毕竟祸从口出 做多错多嘛 可令马国民万万没想到的是 什么都不做 才是最大的错 皆因马国民那句 什么都不能说一出口 汤洛文马上就很激动地 公开回对一句 他不是不能说 施压根什么都不知道 汤洛文这句话一出 别说马国民怕了 无限也慌了 前者固然是怕 女友发火 非同小可 自己一把年纪好不容易 讨了个白富美老婆 若然对方一个不顺心 倒嘴的鸽子给飞了 那一切都是得不偿失 而相比起马国民怕的原因 无限慌的理由 也情有可原 皆因他家好不容易出了 马国民和汤洛文这样一对 肯祭出自己的婚姻大事 配合着各种炒作的艺人 公司还指望着他们 婚前拿下婚庆代言 婚后再接多些日用品广告 以后剩了瓦还要继续 母婴用品 用金不尽的 万一两人在这样的结果眼上黄了 所有一切如意算盘 岂不是落空 亏不起 实在亏不起 所以无限和马国民一合计 干脆就为薄红颜一笑 特批马国民放假 安排两人去巴黎拍婚纱像 顺便婚前旅游 虽然马国民小时候 曾经跟随家人一起移民加拿大 后来才回流无限当小生 入行之后 更是经常出国拍戏 算是见过不少大世面 但是他的骨子里就是个宅男 平日里除了公司出差之外 几乎大门不出二门不卖 对女孩子钟爱奢侈品的情意节 更是一窍不通 所以这也导致了 他一陪女友在巴黎逛起街来就露线了 没错 大家都知道 女人是善变的 特别容易被突如其来的感触 而引发一股冲动消费 但冲动消费对于男人来说 却是相当之不可空间可怕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得到 马国民很有可能提前安排规划好了 一个具体数目 来买礼物送给女友 但万万想不到 逛街的时候 汤洛文突发奇想 想买另一样礼物 甚至很有可能还 大大超出了马国民的预算 所以出于本身就 有点抠门的思想格局 再加上钢铁直男 直来直往的思维不懂变通 马国民直接都捂在当地无动于衷 甚至呼寄出一脸天然带 而面对这样的男友 女生必定会弄火中烧 皆因女孩子和男友 一起购物的时候 既为了消费 也为了面子 甚至某种程度上面子比 消费欲本身更加重要 这也决定了 他们看中一样心头好的时候 其实都预先在内心衡量一番 丈量这件心头好是否超出 南方的经济能力 若然超出太多 不符合实际条件 他们通常会为了彼此的面子 强按住内心的真实想法 所以按照这个逻辑来看 女生能说出口的心头好 肯定都是南方买得起的 这也意味着 南方在购物上的迟疑 会令到女友自觉 颜面尽失 又羞又怒 所以那些黑脸转身 摔门而走 也实属人之常情 看到这里 或许有很多人觉得 唐洛文就是彻头彻尾的港女本色 不仅爱做还挺虚荣的 但港女其实是一群清醒的存在 她们做得有理 虚荣有度 皆因大家真以为 唐洛文没有本事 凭借自己的努力 去满足自身的消费欲吗 并不是 事实上她家里有矿 爱买什么买不起 既然如此 为什么非得要男友买 稍有迟疑就黑脸呢 还不是因为在爱情里 金钱不能代表真心 却能考验诚心吗 没错 在婚姻家庭面前 女人比男人付出的远远要多 这几乎是性别差异 生理条件所决定的 很难做出改变 所以我们就应该抓紧 结婚前的这段时间 好好的享受 被人捧在手心的滋味 在结婚之后 大家很有可能就宁愿 和小姐妹一起去逛街购物 也不愿意带着闷骚的老公出门了 毕竟从爱情走向婚姻 总少不了相看两生宴的过程 无论是哪种情况 我们可以看出 他们的婚姻中存在着一些矛盾和不和谐 马国民自从上一段恋情之后 一直被称为乖乖男 他给人的感觉是情绪稳定 同情达理 他在与黄欣颖分手后 并没有指责他 反而一直维护他 这种成熟稳重的形象 吸引了汤洛文 他对于马国民的依赖感和安全感增加了 而汤洛文之前的感情经历并不顺利 他对于专一和可靠的要求很高 马国民的成熟和稳重 恰好符合了他的需求 然而 两人之间的差距也是明显的 不仅是年龄上的差距 还有家庭背景的差异 这些因素可能导致他们在婚姻中 出现一些矛盾 除了个人因素外 马国民和汤洛文的婚姻 也受到了外界的压力和批评 很多人认为 他们年龄已经不小了 应该尽早结婚并生孩子 以免成为高龄产妇 然而 婚姻并不应该仅仅是为了结婚和生孩子而存在 而是因为互相喜欢和相爱而在一起 年龄不应该成为决定结婚的唯一因素 每个人都应该以自己的感受和幸福为重 而不是受到社会观念的束缚 尽管马国民和汤洛文的婚姻中 存在一些矛盾和压力 但我们不能忽视他们之间的幸福和互相支持 然而 也有一些网友对这对明星情侣的关系表示担忧 他们认为两人性格差异过大 或许不适合长期生活在一起 有人担心这段爱情是否只是为了炒作 担忧他们是否因为外界压力而迅速结婚 舆论在矛盾与好奇中拉扯着这对明星情侣 将他们的婚礼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在这段粉丝期待和媒体热议的爱情故事中 我们难免会对汤洛文和马国民的感情充满疑问 他们的爱情是否能够克服巨大的性格差异 是否他们的婚礼将如期举行 又或者这只是一场外界期望和压力下的虚假婚姻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 而这对明星情侣的故事也在不断演绎中 等待着最终的答案 唐洛文和马国民 两位在各自领域璀璨耀眼的明星 他们的爱情故事成为了一个充满了财情与坎坷 爱情与冷漠的谜团 值得我们深入探讨和关注 你认为这对明星情侣会走向哪里 对于他们的感情和婚礼 你有何看法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 欢迎点赞订阅加转发哦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